现在的时间 我们录影时间是晚上的7点的1分 就在刚刚稍早前20分钟 也就6点42分 最新消息是张国伟重返集团 接任丽荣董事长 我们知道马上6月10号 长荣钢铁就要召开股东会了 6月13号是长荣国际 针对佩席案的董事会要再召开 对不起股东会要再召开 所以是不是有新的变数 这怎么做解读 我们等会第一时间帮您来做解读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财经所距离教授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邀请到办法头副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资认分析师谢总理 先生好 大家好 今天航空非常强 请蔡总先帮我们来解一下 张国伟回去了 对 所以这个长荣集团 他的股权争夺又一个高潮 因为当时地理派 就是跟张国伟的妈妈合作 然后拿下了长荣国际 就是长荣集团一个重要的控股公司 然后紧接着就长荣钢铁的改选 这样的话 有可能地理派再把长荣钢铁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你刚才要给人家一点回馈 所以张国伟就回去接 立农航空的董事长 但最后你假如真的 长荣钢可以拿下的话 地理派拿下的话 那明年的长荣航空的改选 可能会变天 就会变天 所以张国伟当初会跟地理派合作 是不是他们彼此之间已经恭贺 就是未来长荣航空他要重返 对 合作 所以最后就是要帮助张国伟 重返了长荣集团旗下的航空事业 就是利用航空 长荣航空 张国伟就成功的王子复仇记了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 航空股在今天表现非常强劲 而且消息面很多 包括什么呢 连做海运 全世界最大的货柜海运公司 马仕机都要捞过街 他说我也想做航空了 所以他要成立自家航空公司 在下半年就要开始营运了 连马仕机都要捞过街 我们来谈谈航空 航空是即将要大涨了吗 好 今天整体的航运股都表现很好 当然航空双雄 华航双雄航 这个一挥冲天 但是到了尾盘的时候 货柜轮的长龙也开始出现了急拉 甚至散装轮的新星 今天都有外资的一个买盘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投资的密码在什么地方 成交占比 今天航运占台股的比重是27% 那电子大概只有47% 所以这个航运在加温 我们看一下华航 过去每一次当航运的占比 超过了三成以后 股价就一回从天 最近的一次 你可以看去年的8月份到11月份 当时货运正夯 华航居然股价是飙了77% 在那一段 我们看最后 今天的焦头水位 盘中最高已经来到27% 将近三成了 那么回顾过去的历史经验 照蔡总的说法是 过去只要是航运的焦头占三成 航运股都会动 当然航空也会动 特别激情的是在8月19号到10月25号 当时焦头水位来到三成之后 华航涨了7成7 对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密码 你看马斯基的动作 其实我们几个月以前有讲过 马斯基已经延伸到这个 入运的部分 现在不止 现在空运 其实他的这个空运 早在1960年就有了 但是后来就亏损 2005年就卖给了丹麦 其他的航空公司 现在如今东山再起 用自有的品牌 马斯基航空 那他有23架自有的一个货机 当然另外三架是租润的 增加一倍的空运的这个运能 马斯基都看好 表示今年的航空是不是很好 当然是很好 在外人家说越乱越赚 为什么 升一太好就很忙 忙了以后就乱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越论越会长 对 那个伦敦 现在这个机场 因为英国都解封了 伦敦的西斯洛机场的话 在三月的这个旅客的人次 高达了420万的 什么概念比同期增加了六倍 那四月十号那天 英国航空 易捷航空 因为塞机 你不要以为只有会塞船塞港 也会塞机 塞机了以后 结果取消三分之一的航班 那旅客当然跳脚 那机场一定团乱的 对对对 还有一个澳洲航空 它的可能疫情的关系来 员工的缺席力50% 所以没有员工 那旅客要到航下报到的时候 居然大排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人排到什么 排到航下之外 澳洲机场好恐怖 人多到这种程度 假如你出国遇到这种 看你气不气 非常气 再过来这样的越乱越赚 股票越涨 让我们回想到 过去两年的货柜轮 是不是常常掉柜 掉柜啊 他们也是一掉柜 股价就涨 一掉柜股价就涨 对对 2020年的话 全球的货柜 掉柜有掉了差不多3000个 大概成长了这个 增加了7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当中 我们来看过去的历史经验 这一段是当时传出日本商船吊柜 后来马世纪也吊柜 后来是长次轮卡运河 我们发现只要每次有事情有事 骨架就涨 有事骨架就涨 特别是长次轮卡运河的波段涨幅 非常凶还涨到233 一定是行李很好 才能不能 不能才能出事 所以这个长龙 龙头骨架就大涨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真的要夸奖 这个航空双雄 真的 去年疫情 全世界的航空都是在大赔 那大赔了以后 其实都需要再伸手 跟股东要钱现金增值 否则就破产 但是我们航空双雄 我告诉你 这个财报真的可怕 你看长龙航空去年赚了 差不多66亿 EPS 1.3亿 还配0.6元 华航赚了更多 89亿 EPS 1.67 配了0.8元 你跟我说 全世界主要航空公司 有这样赚钱 还给股东配息吗 没有 全世界只有这两个 只有这两个 所以外资他不知道 外资会想 全世界航空 比就比 这个最好 所以你可以看 今天不管是在华航 长龙航 都获得了外资强大的买牌 今天都不管油价反弹 很奇怪 因为油价涨6%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外资 你看外资今天大买 这个长龙航空快3万张 华航2610的华航也大买 这买了更多5万张 而且投信被迫全部更近 我们看投信 所以今天法人的筹码是非常偏多的 都集中 今天你看投信 本来他华航不买的 你看他多久了 没有买 今天干脆 穿穿下去 2万多张 也要买了2万4千多 所以今天不管是外资 投信都大买航空股 不过蔡总我有一点点担心 官股在这时候会不会来捣蛋 官股在今天是卖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官股在今天 卖超了三十几亿 好 34亿 官股在今天是卖的 今天人要外资是大买超过百亿 结果官股是站在卖方 那官股卖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个股 卖的第一名就是华航 涨的时候官股调节了8695张 刚刚特别谈到 航空股不管是外资还是投信 今天都大买 那官股会不会捣蛋 会不会是一个变数 所以明天航空双雄 可以一定是震荡 但是趋势是往上 我刚才讲一个重点 全球主要的六十几家的航空公司 只有我们这两家 真的是赚钱还配息 其他没有 其他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要买要怎么买 等他押回来再买吗 还是可以适度的睡觉 明天应该会增大 因为现在盘前的这个迹象显示 国际油价还要喷出 因为俄乌要即将在顿巴斯要决战 决油价 所以油价在今天又涨了 因为昨 昨天已经涨6% 今天又涨了将近2% 昨天的航空双雄 没有受到国际油价的干扰 但是今天晚上 假如国际油价再往上的话 明天会干扰 所以我认为 所以短线上不要追 其实长如航空今天 因为长如航空创高 创波段的新高 所以你看他今天已经流上一线了 但是红K 所以我认为明天 这个航空双雄 不见得跌 但是可能会流上一线 所以官股也很厉害 今天就这样一出放一个冷件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 也不要过度的追价 押回来再买 我觉得下礼拜机会还很多 但我们如果要从 比较波段的角度来谈 因为刚刚一开场 我们就谈到了张国伟 张国伟回归 回到长榮集团 然后回到立荣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重返长榮航空 我们搞不清楚 但是未来有几场大仗要打 长榮集团 包括长榮国际 真的好像看八点党的好戏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追踪了一段时间 地理派拿下了这个长榮国际 长榮国际他就改派 长榮国际在长榮岗的法人代表 就把张国伐 柯立欣就换掉了 换成最强的姐夫 曾申池 就长榮国际的董事长 还有另外一个律师 另外一个换法人代表的动作以后 他还要把张国伐 那时候主导的长榮国际 他的一个股息政策 因为很赚钱 张国伐就说来配27.5元 现在地理派要把侯协 为什么 连这个都在算计 张国伐是说 好 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 可能长榮国际会变天 所以我就把你赚了钱 全部都配掉 你就没有保隆意义 没有保隆意义 所以你就拿到一个空壳 没有牙齿的老虎 以后长榮国际要去收尾 都是买国票的无钱 所以6月13号 针对这个配息案 可能会出现翻盘 对啊 所以我意思说哥哥跟弟弟 那个增股钱已经增到这个刀刀剑骨了 对啊 连这个东西都在算计 那蔡总你看刀刀剑骨的经营权之争 对股价有加持作用吗 其实应该是讲有加持作用 但最关键的还是印价 现在货柜三雄包括长榮 为什么股价还没有真正的涨 就是卡在那个货柜的印价 还没有涨 连叠12个礼拜 预估要4月的下行或5月初印价开位返单 所以我们看一下2603的长榮 其实机票跟船票到底好不一定 看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季的财报是重点 第一季财报 华航跟长榮航的QOQ QOQ就比去年第四季 它不会增加 因为去年第四季 他们都一点是眼都最高了 所以第一季QOQ不会增加 但是长榮的第一季的财报的QOQ 应该会继续增加 去年第四季15块 市场估计今年第一季16到18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低档买长榮海 然后加上股前的争夺 应该是有胜算 但是航空双雄现在的声量是比较大 光从那个 成交量就知道差很多 对 它声量现在是比较大 你看长榮航空间57万张 对啊 这个声量大 这个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最后小小补充BDI也连13碟以后 开始翻黑 为什么铁矿砂上来了 那个跟俄乌战争有关 那个煤炭也上来 所以它也可能会动 这个部分相关的这个散装轮 因为在地板 在地板 比较安全 所以其实我们观众可以打的牌很多 可以打的牌很多 问题是我们只有一套资金 我们又没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出哪张牌呢 到底是航空好还是海运好呢 认为是航空好的给圈 海运好的给差 请举牌 喜欢航空的给圈 有三票都选机票 只有蔡总一票选海运 那选机票怎么买 这又是学问了 来 周霖您怎么买 基本上买最强的 就长榮航 买长榮航 对 虽然说娟姐你说 今天光股有卖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 光股是卖华航 对 我认为其实光股那个地方 不管它卖华航还是卖长榮航 我认为都不用 不需要太care 为什么 因为它有卖 他第三名是卖长榮航 因为它必须要有卖后面震荡 这个地方关股我认为 其实它不是重点 这种也是投信 这不然到底有没有买 如果投信有买的话 只说创新高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要先看最强的股票 那云翔呢 我是会选华航 你会选华航 对 因为目前来看来讲 还是比较空运 你要后来再买 还是适度追价 我觉得可以适度追价 我就知道你的个性 一定会说 适度去追不要 当然头条带您来关心的是 张国伟王子复仇记 复仇成功 强势回归 再接最新消息是 已经在今天早上确立 确认张国伟要担任 立荣董作 强势回归长荣集团 而且他今天话讲得 非常呛辣 他说 我最恨外人操纵了 张国伟还说 我如果知道是谁 真的该枪毙他 同时还讲到大哥 他说大哥是不是 好像磕了药啊 他今天话讲得真多 不然我们回头来看 王子复仇记 复辟成功 对 那小K张国伟他今天当立荣的董事长 其实自2月25号 弟弟派拿到了长荣国际的主控权之后 当然以目前整个立荣航空的他的股权分布 那长荣国际拥有23.46% 那张国伟小K本身就有19.999% 另外再加上二董跟三董加起来 他们就超过51%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是兵不血润 不费一兵一卒 轻松就拿到了 不过我们如果回头来看 这一次的哥哥派跟弟弟派 这样缠斗了六年的一个光阴 我们回溯到其实是2016年 当张荣华总裁过世的那一刻开始 就造成了兄弟戏强的原因 我们看很多内部人说 其实这些所谓的顾命大臣 三位顾命大臣 他故意的去乱扯总裁遗嘱 他说总裁的遗嘱是什么 总裁遗嘱说公司交给专业经理人来经营 所以没有错但是接近张家的亲人说 乱扯总裁遗嘱不是这样写 总裁遗嘱是说希望由柯立青 由谢志坚 由林荣华这三位副总 协助小K张国伟接任总裁 以及公司产业帮助他 结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柯立青他就违反了总裁规定 第一个张国伟从长龙航空的董事长 直接被拔除 甚至他还回去越南 回来就已经在中间被拔除掉了 第二个他几乎是被扫地出门 当然这样也造成了张国伟曾经说 是柯立青被判 那被判的原因最主要是 柯立青拥有两个控股公司 包括长龙国际 长龙巴拉玛国际的一个 加起来的控股股权 那两家在整个加起来的股权 再加上大董18% 所以超过51% 所以直接拿下了长龙国际 那长龙国际之后 当然就整个集团都是已经拿下来的 也就是从原来的大黄二黄之争 变成大黄里面的哥哥派跟弟弟派之争 那柯立青本来说他要当两个 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 但是他们张家兄弟反对 结果找找找 就找谁 找唯一的以前的张龙巴的秘书 叫做钟德美来当董事长 但是问题他们张家人担心了什么 因为柯立青他是大掌柜 他掌的是财务 那后来来的那一个代警权 他是法务 当财务跟法务加起来的时候 整个公司被他们掌控了 但是这三个人 柯立青以及代警权 以及钟德美这个人完全没有经营公司的经验 你说什么有什么专业经理人来经营 哪有专业呢 其实听说柯立青拥有长龙巴拿马国际的密码 他的关键密码 听说有一次在张龙花还没过世之前 还两度派人要去查账 结果被拒绝了 后来张龙花过世之后 二董跟四董派人要去查账 也被拒绝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这个完修就在那里走走走走走到买了 张国伟被扫地出门 他妈妈说你那么喜欢跑车 你干脆去卖车好了啦 各位再来讲这六年他到底日子怎么过的 不过我们先来听 今天才热乎乎 第一天当上丽勇董事长的张国伟 到底对他们的家族兄弟系强 提出了什么看法 唯一比较care的是说我没有撒谎 这个真的是爸爸写的 刚开始有人就说什么我离乎换太子 什么去换遗嘱 我坦白讲我何德亨能 我如果能这样的话 我老早现在走才换我当 我也不是沦落被人家赶出来 他就提了那个发达马长国既要解散 然后大家过去去买各自一人持股 这个你同意吗 这个我不清楚他的想法 因为看起来他有点嗑药了 他又说他不要分家 然后现在又说要解散巴拿马 我觉得这个很冲突 我觉得这中间有太多 有心人士在里面 搞一些对立的东西 搞一些冲突 是律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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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是谁 我如果知道谁 我就把他枪毙了就好了 我怎么知道是谁 我如果知道是谁 我就枪毙了就好了 话讲得非常呛 不过张国伟强势回归 但对照他六年前的黯然离开 这六年中 他日子不好过 刚刚憲哥说 他老妈甚至跟他说 你不要摸飞机了 你去买车 叫他去买车 但是他坚持要搞飞机 坚持要做航空公司 结果心语赔了好多 赔了一头六腿 对 其实他最钟爱的就是翱翔天际 所以他就是搞了一个行李航空 结果到去年为止 已经亏了61亿 我现在才了解 有一句中国的俗语说 你在搞什么飞机 原来搞飞机要赔什么都会这样 60亿分钟可能没有概念 60亿是什么概念 就是他资本额的一半 对 所以现在超过一半 所以民航局说你要办理现金 就是不然的话 那个牌照要收回来 不过在这个中间 其实他也接受了一个成全 跟很多自救的方法 那第一个 卖长龙航空的股票 他曾经适度申让长龙航空的股票 那后来我们看 卖了将近4亿 4700多张 另外他搞了一个伪出国 那伪出国就双称号 结果飞机就飞上天以后 然后到宫古岛上空去绕一圈 然后在飞机上吃烧肉丼 这样的话 这样过瘾 然后真的要过眼就对了 很多人都没出国 那像X2同样 没这个就不行 然后他也搞了很多的创意 所以他的星宇航空 其实他在网路上的一个 点评非常的高 但是亏钱就是亏钱嘛 这不仅仅嘛 对 后来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烧肉的关系 投资烧肉 另外他也去投资能率 他手下另外一家的汽车零件 跟模组公司 那这些里面在卖什么 第一个卖免治马桶 我跟你说 在买汤 看你多厚名 那辽了11亿 哪有可能 第二个最主要还有一个 电子刹车系统 那这个电子刹车系统很厉害 所以目前来讲 头大尔在用 因为电子刹车系统 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一拉 可以晋级刹车 那避免人为的疏忽 所以他目前这个 还有他爸爸真的天上有 对不起 我打个岔 因为他所投资的能率集团 旗下的就是这一家 IKKAKY 这家公司 所以他也投注了一些资金 去投资这家公司 就跟汽车有关的 难怪他老妈跟他说 你去买车子算了 好 除此之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他老爸真的是天上有灵 2020年368号法院判他 他这个可以独得遗产140亿 这对他来讲就大补 那现在很多人在问说 那你拿到了立荣航空之后 那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来看 回头来看 星宇航空在2020年的1月23号 1月23自由日首航越南之后 他目前已经有10架飞机进来 这10架飞机里面 他包括东北亚 东南亚 那在今年年底 要飞美国的一个美国线 本来今年年底 还要申请国内线 那这个时候立荣航空进来 刚好就是他缺的国内这个板块 刚好一弥补进来以后 我觉得未来星宇 就是专注在国外去推广 因为他的飞机比较大 比较漂亮 比较新 那价钱可以拉得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很多人说 那下一步呢 那下一步长榮集团的长榮航空 明年就要改选了 那会不会有什么持股 有没有可能 小K继续再下一成步 我们先来听 为什么他要回归立荣 现在暂时现在这个状况 大概就是我就是贷款立荣 我不是什么协议 有什么需要协议 大家都是张家的人 其实去讲协议这种事情 我是觉得很好笑 我们也不是坏人 长榮我坦白讲 我也没有什么决定权嘛 对 我是觉得 我没有回去的必要 不是说持股就一定要回去 而且我已经出来了 那我是跟你讲 我个人是没有这个想法 现阶段的状况是 一个带管的方式 来做这个董事长 也没有什么回长榮集团 不 我本来就是股东嘛 哪有什么叫做 重回长榮集团的问题呢 我本来就是股东啦 我不是重回啦 我没有离开过 但至少在职务上离开过 我们回头来看 那他已经入主了 利用之后 下一步是要拿下长榮航空呢 每个人都在问 对 那当然是有可能 因为本来你拿下长榮国际之后 就希望重回长榮集团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未来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哥哥派 他仍然是赢的 在长榮航空明年的改选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国内会变成三强奋力 就是星宇加利隆 长榮还有华航 那如果说他们兄弟坐下来谈 干脆宁静革命 大家噴一噴的 对不对 我长榮航空就给你 让你整个都去摸航空 你要玩飞机就去玩飞机 那这样的话 华航刷列弹 他变成国内最大的航空集团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股价 在今天呢 长榮航空的股价表现非常强势 有经营权之争 而小K成功回归之后呢 显然长榮航空的表现 真的就像贤哥所说的 比华航来得漂亮 当然 因为大家就开始想了 拜计是不是一桶江湖 长榮是不是一桶江湖 对 我们先来看长榮航空 为什么凭什么 同样赚一样 去年历史记 长榮赚一块四 一个一块四一块四毛利 结果长榮航空 硬硬的比华航多了八块钱 其实涨了快六个百分点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股权集中 第二个它的票价都比华航贵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一趟买出去 我跟你说 它的毛利率会比华航来得好 第二个 华航那些都不是专业在经营 对不 什么消灭 什么那些都不是专业 对不 所以华航 竟然它真的经营 在输长榮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 华航在今天表现就 比长榮航空弱很多 长榮航空涨了将近六个百分点 华航在今天只有涨2.3% 但我们回来讲 如果航空能够起飞 观光也会跟得动 对 那今天所有的观光都能动 很多都涨停板 但是像鳳凰就出现了一个上影线 还有三户还涨停板 那另外雄狮也上影线 雄狮115块 不然你知道他去年亏多少 亏6块多 去年亏6块多 115块 115块我们来看 今天的阳明 因为他还有股息20块 那阳明给他扣20块以后 都比他便宜 这样才有 这样没合理就对了 阳明的股价竟然还输雄狮 这就不合理 所以我觉得 这些所谓的旅游也好 饭店也好 都已经把今年 所有的解封以后的一个利都 全部一口气宣泄完成 所以现在不要去追观光股了 最好是买的 好 那我们来投一下票 那么长荣航空能不能 往上追价能不能做多呢 因为在张国伟强势回归之后 往此复仇记复仇成功了 市场对他有非常高度的期待 怎么看长荣航空请举牌 长荣航空能不能做多 能不能追价呢 一二三四五票圈 来 赵宇 我认为其实这个股票 它高点有过高 低不破低 像这股本这么大的 其实都维持一个 维持了一个红黑的一个情况 所以投资人如果要去买的话 我建议就是 他如果转黑黑或是爆亮的时候 你就休息就不要去追 那如果维持这种红黑的态势 我觉得金金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金金涨是 会持续保持一个多头金金涨的态势 你怎么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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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不错